世界上最难产的妖怪是什么 绝对是虎妖一族 小时候一出情节的小二 就经常听到爸爸妈妈 用狐狸精而吵架 妈妈所说的狐狸精 就长期聚集于山下的吸管闹市区 一到夜晚 他们的活动就更加猖獗 小二明白 爸爸的身上肩负了太多 身为到家第66代船人的他 经常孤身一人 前往山下对付狐狸精 更是有一次 父亲去了七七四十九天 足足干掉了108只狐狸精 兼奉了他 回家后 想与好大儿分享这个习讯 在小二一柱紧见的攻击下 父亲给他下了一道禁令 而现在 小二就被虎妖缠上了 小二的小二 当时被老虎妖缩阳入望 不为此小二决定 牺牲小二 为他同归于尽 看小二如此单纯 谈字中的老狐狸 忍不住出来嘲讽 这下可激怒了小二 立刻开大 二人激烈地打斗 吓运了房间里的普通人 张妹妹 为了救人 小二决定 使出程度中的人工呼吸 在保安拼尽全力的运气下 张妹妹终于醒了过来 而苏醒过来的她 把小二当成了真命天子 立刻叫以身相许 我说小二你这样 对得起女生李雪吗 硕曹曹曹曹到李雪恰好赶来 原本李雪正和富二代约会 突然接到了牛队出警的需求 结果万万没想到 夜来就看到了小二的眼狱 而小二更是被富二代在桑嫁祸 说她随身携带泡泡糖 就在富二代高兴自己 或许都已经成功的时候 突然发现衣柜里有异常 立刻开始了搜索 不得不说 这二代还是挺勇的 不过勇气没啥用 很快她就被老狐狸交做人 知道对面是妖后 富二代立刻求饶 不仅掏出了银行卡 连天上人间VIP都要送出去 好在李雪靠过 立刻掏枪出击 可惜队友是渣男 在妖怪起来的时候 富二代先用李雪当人肉盾牌 这可把小二吸坏了 老狐狸见状准备趁机偷袭 可惜下一秒就被怒及上头的小二交做人 一拳打散老狐狸后 小二立刻准备教训渣男 谁知女神李雪居然挡在了渣男面前 并且还要帮渣男说话 女神都放话了 小二也没什么好说的 事后牛队赶来救人 还顺便吐槽了小二 突然张眉眉倒地不起 小二一看发现 张眉眉脸色有点奇怪 当即断定 她是被狐妖使用法术折磨 于是让牛队出去看门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进来 谁知就在她吃法的时候 突然被张眉眉上身 原本小二还想为女神守身如玉 但想了想女神刚才的所作所为 决定不再抵抗 突然门外又来了一位大师 黄九叔 二话不说就退门而入 刚好撞进了二人龌龊的一幕 看到有人砸场子 小二立刻出手教训来人 谁知只是一击就被黄九叔交作人 恰好张总此刻就在外面 小二就这么因为挑起老板女儿 被赶了出去 不过没过多久 张总就把小二请了回去 因为张眉眉现在站到绝食 非小二出面不可 而这次小二也没有再上头 直接掐住了张眉眉 此刻的她已经反应过来 她一直觉得不对劲 是因为眼前的不是人 是关卡中的红狐狸 之前交换提叶的时候 她在自己身上下了毒 所以她才不会是黄九叔的对手 可就在她抓住胡药的时候 突然被老狐狸从背后偷袭 于是小二立刻反手插她眼睛 接着一招必杀打散老狐狸 可就在她准备 这次连弹子一起打碎的时候 小狐狸突然撑出来拦住她 想让她放过自己奶奶 小狐狸帮小二挡下了这一击 这一行为也感动了小二 让她决定不再对他们出手 转而准备教训黄九叔 突然张总怀里的小狐狸 因为受伤过重 露出了小狐狸的真身 幸亏老狐狸的帮忙 才让她离开张总怀里 黄九叔见狐狸献身 准备上前抬个双杀 谁知下一秒就被请君入翁 小二见状立刻上前补刀 解决完了黄九叔 小二也开始处理狐狸精的事情 就在狐狸们攻击张总的时候 他没有出手 而是趁机帮狐狸提出条件 原本就是张总他们 破坏狐狸们修行在先 崔小二虽然约让张总付出代价 毕竟他接受的委托 是帮他解决狐狸精的骚扰 而不是干掉狐狸精 接着在张总同意后 小二开始向狐狸精们停手 不要为自己再添孽园 而他也不会再为难他们 就这样 在小二大棒家添草的帮助下 狐狸们就这么离开 这场闹剧也就这么结束